如果给你一张三岁小孩的照片 你能想象他三十年后的样子吗 女人把照片递给男人 不一会儿三十年后的样子便出现在墙上 第二天男人就发生意外被抛尸荒野 而他正是刑警队的队长 也是杜成的师傅雷一斐 通过遗留在现场的画像 杜成找到了沈亦 他想让沈亦画出那个女人的模样 可拥有天才绘画能力的沈亦 此时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对方的长相 导致案件过了七年人未侦破 如今杜成已经是一名干练的刑警 为了破案 甚至把自己装进手替代 浸入水中来还原凶案现场 沈亦则成了警校一名模拟画像的老师 只需通过目击者的描述 就能准确无误地绘画出凶手的模样 帮助警方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 张局因此把沈亦调到刑警队 协助杜成破案 死者是一家整形医院的院长 尸体是在医院五楼被发现的 报案人是他的秘书 根据秘书交代 这栋楼的一到四层是整形医院 第五层是院长的私人空间 而且想要到达五楼只有一部垫屁 平时设有权限 除了院长和秘书没人能到达五楼 法医通过尸检推测出良意的死亡时间 是在前天晚上的九点到十二点之间 死因是服用了氢化物导致中毒 就在众人寻找线索时 沈亦发现了不对劲 通过和楼下户型的对比 五楼的空间显然是被人改造过的 他拿出一根画笔削了起来 笔屑随着空气的流动进入了密室 因为你藏空间就在这边瞧后面 因为你藏空间就在这边瞧后面